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11章 处发器 处发器在Oracle开发当中使用也比较普遍 利用它可以得到数据变更的日志记录 也可以强制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那么在本章当中我们将学习以下几部分内容 什么是处发器 那么在CirclePlus当中我们来操作处发器 使用PrCircle工具操作处发器 最后是删除和修改处发器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处发器 那么在这部分当中我们将学习 我们首先认识处发器 处发器的作用 处发器的类型 以及处发器的语法 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处发器 前面我们介绍过存储过程 其实处发器和存储过程是比较类似的 它也是由PrCircle编写并存储在数据库当中 它可以调用存储过程 但处发器本身的调用和存储过程的调用 还是不一样的 存储过程是由用户运用程序 处发器或其他过程调用 但处发器呢只能由数据库的特定事件来调用 所谓的特定事件 主要包括用户在指定的表或试图做DMR操作 DMR操作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增加删除以及修改的操作 这就是呢用户做DDR的操作 也就是说创建修改和删除的操作 就Create,Ultra和Drop的操作 这就是数据库事件 比如说用户的登录或注销 特定的错误消息 以及数据库的打开和关闭 那么这些事件当中呢都会发生的时候 都会处发处发器的运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处发器的作用 处发器的作用呢有以下几个 自动生成自增长自断 执行更复杂的业务逻辑 防止无意义的数据操作 提供审计 允许和限制修改某些表 实现完整性规则 保证数据的同步复制 来首先看第一个 自动生成自增长自断 那比如呢 我们在表中插入数据之前 得到序列的最大值和数据同时插入表中 避免该序列的重复 那么都可以使用处发器 再就是执行更复杂的业务逻辑 普通的操作方式只能完成固定的数据变动 而使用处发器呢 则在完成的基础上 可以做额外的操作 以达到完成特殊业务的目的 第三个 防止无意义的数据操作 那这是指呢 利用处发器可以把符合某些条件的数据 加以限制 使它不能够变动 这就是提供审计 那么利用处发器 可以跟踪对数据库的操作 也可以在指定的表 或试图记录改变的时候 利用处发器 把数据变动的日志记录 记录下来 允许和限制修改某些表 主要是利用处发器呢 可以限制表的改动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实现完整性规则 那么当一个表中的数据有变动时 可以利用处发器修改这些变动数据 在其他表中的关联数据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外键进行限制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保证数据的一个同步复制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开发人员呢 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再使用处发器 因为呢 处发器可能会造成比较复杂的相关的依赖性 那么这种情况在大型的数据库中 可能还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比如说某一个处发器的处发 很可能造成多个处发器的连锁的处发 一旦这种连锁的处发超过32个 那么就会出现异常了 所以我们在开发程序的时候呢 也不要过多的来使用这个处发器 接着我们看一下处发器的类型 处发器的类型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我们来看数据操纵语言处发器 也就是DMR处发器 那么这种类型的处发器呢 主要是定义到表上 当对表执行 增加 删除和修改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激发这种类型的处发器 也就是对表进行insert update 以及delete操作的时候 就会激发这种类型的处发器 利用这个类型的处发器呢 我们可以复制 检查 替换某种符合 指定条件的数据 按照处发级别 可以分为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叫航级处发器 这种类型表示 每条记录修改时 都会激发这个处发器 第二种呢 是语句级的处发器 这种类型呢 表示当CQ语句执行的时候 才激发这个处发器 和修改多少条记录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呢 如果以数据的更改事件为准 这还分为before和after 就是在某个操作之前 和在某个操作之后 来激发这个处发器 那么数据定义语言处发器 也就是DDL处发器 也就是当执行 create, alter, drop模式对象时 会处发相关的处发器 在Oracle当中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 一个用户就有一个 和他同名的模式 利用它可以使得某些表 无备修改或删除 这就是复合处发器 复合处发器呢 可以说是Oracle11G的一个新特性 它相当于在一个处发器中 包含了四种类型的处发器 其中包含了before类型的语句集 before类型的行集 after类型的语句集 以及after类型的行集处发器 这种把所有处发器 都放到一个代码块中 使得变量的传递 变得更加方便 再就是instead of处发器 这种类型的处发器呢 通常呢是用在试图上的 对由多个圆表的试图 就是由多个圆表 组成的这个试图 做DMR操作的时候 通常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就可以利用 instead of类型处发器 解决这种问题 利用它可以对试图的DMR操作 转换成多个圆表进行操作 再就是用户和系统 事件处发器 那么作用在数据库上 由数据库事件 激发的处发器 比如说登录和注销事件的处发器 那么它呢就属于用户和系统事件的处发器 使用它可以记录数据库的登录情况 那么这些呢就是处发器的类型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处发器的语法 了解语法呢是使用我们处发器的第一步 它就像一个公式一样 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创建自己的处发器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创建DMR操作器的一个语法 创建一个处发器呢 用trigger这个关键字来表示 后面是处发器的名字 然后可以选择这样几种方式 before,after,instead of这样几种 这些理念我们可以找到 这是before,after或者是after 或者是instead of 这样几种处发器我们都可以使用 这样几种处发器我们都可以使用 之后呢 之后呢 我们选择了before,after,instead of之后 那么可以加上一个on 表示它作用在拿一个表上 或者是诗图上 然后就可以用我们的语句了 那么在下面呢就可以是我们这个推格 处发器的主体内容 处发器的主体内容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处发器的一个创建 那么如果是ddl处发器呢 那么前面的语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里面没有instead of了 然后在下面呢写的是我们ddl它产生的这个事件 后面也是它的主体 它们都很像 那么ddl事件的列表 就是说我们ddl可以有哪些事件呢 after是用来修改对象的 再就是create创建对象 commit comment是用来注释列表 还有job是用来删除对象 grant是用来授权的 rename是用来修改对象名称的 rework是用来取消权限的 tuncate是用来删除行记录的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数据库的事件呢 比如说startup或shutdown 一个是打开一个是关闭 好 so what error 那么错误消息出现之后来处发 那么实际上我们处发器呢 都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的 它们分别是处发事件或语句 它就是处发器限制之后是处发器的动作 那么其中呢处发事件或语句是指激发处发器的动作 处发器限制指的是问后面的条件当为处的时候表示该处发器会激发 那么处发器动作就是一段过程 当处发器被激发时 那么就会运行我们这个处发器主体这部分的函数代码 那么处合处发器呢 也是我们DMR处发器的一种 那这里面呢就不详细说它的语法了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 Circle Plus当中是如何操作处发器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利用Circle Plus来创建一个处发器 那么创建处发器的首要条件是要有相关的权限 用户模式下如果想在自己的对象上创建处发器 则必须具有Create Trigger就是创建处发器的系统权限 如果想在其他用户上创建处发器 那么它将需要有Create Any Trigger这样的一个权限 除此之外 如果在数据库上要创建处发器 那么还需要具有Administrator 然后Database Trigger这样的一个系统权限 那我们可以写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处发器 然后给这个处发器随便的起一个名字 之后呢 After Delete After Delete On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表 如果删除的话 那么就会输出 Dbms 删除数据 这个按的呢 是跟上面的这个笔记对应的 这个EVE是跟按的EVE对应的 那我们就创建了这样的一个处发器 那么该处发器呢 是在执行删除操作时处发的 它适用在我们这个产品信息表上面 也就是说当对表进行删除操作的时候 那么它就将执行我们下面的这个输出 这一行删除数据这个语句的 那么处发器创建成功之后呢 会在我们CirclePlus当中有一个处发器创建 这样的一个脚本 一个提示 那么一旦处发器创建成功 那么对我们这个表 产品信息表执行删除操作的时候 就会处发这个处发器 因为它是一个语句级的处发器 所以激发该处发器的时机 是在删除操作之后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大家呢可以试一试 在你这个CirclePlus当中呢 你可以试着写一条删除产品信息表中 一条数据的语句 然后看一看是否会执行这个处发器 然后我们看看如何查看处发器 查看处发器 那么在CirclePlus下呢 如果想查看处发器 那么可以先查看本用户下 所有处发器的名称 然后再知道处发器的名称基础上 你就可以查看处发器了 那么怎么来查看处发器的名称呢 我们可以通过UserObjects 这个试图我们来查看 从这个试图里面 然后WareObjectType 让它等于我们这个处发器 R I 就是说你查试出来的 是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处发器 当你要查看某一个处发器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个里面继续来查 UserSource Where Name等于 后面写上你这个处发器的名称 那么就可以查看到 你这个处发器的内容了 然后我们来往下看 DMR类型的处发器 那么DMR类型的处发器呢 在我们日常开发当中是比较常用的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一个DMR处发器 主要是针对表的 Insert Update Delete进行操作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行级的处发器 那么要求创建行级处发器呢 当在我们这个产品信息表中 增加数据的时候 激发这个处发器 并把所做的操作 记录到另外一个表当中 那么这种处发器 属于单一事件的处发器 那么创建这个行级的处发器呢 主要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创建这个表 创建一个记录事件的这个表 之后呢 我们来编写创建事件记录表的这样的一个脚本 我们创建表呢 这里面我们就不说了 前面就说过很多了 在提示创建表已经创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 自增长的一个序列 为这个表的主件创建一个自增长的序列 那么序列创建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创建我们的处发器了 你看看这个处发器是如何创建的 然后呢 给它起一个名字 然后 作用在哪呢 作用在我们的产品信息表上 破大 如果增加数据的话 那么 像我们刚才定义的那个表 里面增加数据 这个里面呢 用到我们刚才创建的一个序列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创建的序列 这一句就叫id next 然后增加一个数据 在下一行来写 然后insert 执行insert操作 然后呢 下面 还有一些记录 我们都把它刷进去 还有刚才的日期等等 这些信息把它放进去 之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一条信息 dbms output 点putline 我们把刚才插入的主件 这个得到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这个id的值 把它得到就可以了 结束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创建了一个行级的处发器 把我们当前的这个信息表 全米信息表中的记录呢 当它执行增加的时候 我们就向另外一张 记录时间的这个表里面插入一条数据 那么这个呢 就是行级处发器 那么行级处发器呢 使用冒号new和冒号old 来访问变更前和变更后的数据 如果呢 是增加新记录 则只有new可以访问 如果是修改敲作 那么冒号new和冒号old都可以访问 那冒号new呢 表示修改后的记录 冒号old表示修改前的记录 而删除 则只有冒号old可以访问 因为该敲作是删除已有的记录 那么当我们冒号有一个除发器之后呢 就会发现除发器已经创建这个语句了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写上这个冒号 这个呢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除发器了 那么大家呢 可以自己来验证一下除发器 写完之后 你可以向我们产品信息表中增加一条数据 看看是否能正常激发这条除发器 如果能激发 那么就可以看到 我们输出的这行值是什么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行级除发器 DMR类型的除发器如何来编写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往下看 除发器的一个执行顺序 除发器的执行顺序呢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同一个对象上 可以作用多个除发器 因为除发器被激发的顺序 是有先后关系的 那么被激发的顺序是什么呢 首先被处发的将是前语句儿除发器 也就是before这种语句儿的除发器 这个除发器呢会被执行一次 那么如果有行级的除发器 则接下来要执行的是前行级除发器 就是before row trigger这样的除发器 那么行级除发器执行的次数 同circle修改的记录次数是一致的 那么第三个呢 是当circle修改记录完成之后 会处发行级除发器 这时候的行级除发器 为后行级除发器 也就是after row trigger 这种类型的除发器的除发次数 同我们circle修改记录的次数是一致的 那么接下来会执行一次语句儿级的除发器 这个时候语句儿级除发器 为后语句儿级除发器 那是after这种类型的除发器 那么如果多个相同类型的相同事件除发器 就用在同一个对象上 如果在Oracle实习记之前 那么最终被执行的会有一定的随机性 而在Oracle实习记当中呢 我们可以利用follows这个关键字 那么就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顺序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除发器的一个执行顺序 接着往下看 这个复合类型的除发器 那么复合类型的除发器呢 是我们Oracle实习记当中的一个新特性 属于除发器的增强部分 复合类型的除发器 相当于在一个除发器当中 包含了四种不同类型的除发器 分别是语句儿之前 行之前 行之后 以及语句儿之后 这么做呢 可以很轻松的 把变量在某个状态之间进行传递 而在该类型除发器出现之前 变量在除发器之间的传递 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利用这种类型的除发器呢 还可以方便的解决 OI-04091这种错误 这里面呢 是设计一个变译表的概念 而除发器呢 通常不能够对变译表 进行敲读 下面的一个示例呢 我们将利用复合处发器 来解决这种错误 那么我们现在的示例时呢 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当为我们产品信息表当中的数据 提高价格的时候 处发器判断新旧价格差 是否高于价格在2000以下的 所有产品价格的平均值的20% 如果高于这个值 则提示数据有问题 相关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步骤 如何来创建的 然后呢 我们创建的是after 类型的after update 按我们这个产品信息表 然后我们生命的变量 然后开始 判断 AVG平均价格 我们求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字段就叫price int 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变量 从我们产品信息表当中查证出来的 加上一个Ware条件 我们再判断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小于2000的 然后呢下面用衣服圈了 衣服 平均值的20% AVG V-AVG 20%乘以0.2 那么怎么办呢 Rice 弹出一个错误 Rice 显示我们这样的一个错误 我们可以用 重新移售application 下号键 error 数 2001 写上数据修改 然后结束 那么这个处罚器呢 我们就创建好了 这处罚器呢 就是判断我们新增的价格 如果高于平均价格的20% 那么就会提示错误 那么我们就现在呢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复合型的处罚器 来解决我们上面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写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改什么地方呢 先修改一下 我们垂边创建一个处罚器 然后这个呢 不是after修改之后 它是full update on我们product 复合级的处罚器 onproduct 下面呢 我们也是 这有一个定义的变量 for true可以去掉了 定义的变量呢 还是这个 0.0 然后就可以开始了吧 然后是before statement 变量呢 可以不用提发 declare进行声明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写上 然后begin就开始让我们查询平均的价格小于2000的 然后按 and before and before statement 好 这里就结束了 下面呢 我们接着写 after after each row begin 下面就进行判断了 如果新的价格 减平旧的价格还大于20 那么就怎么怎么样 按到 and and if 结束 按到后面 还有 and after 最后 按到 我们整个里去完成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 在前面 首先呢 处发一个 语句级的脚本 这个时候 操作相当于 前语句 操作的 前语句 触发器的操作 然后在后面呢 我们再用一个 行级的处发 也就是说 它的直行次数 将和我们修改的次数 是一致的 之后呢 大家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这个处发器 可以修改这个记录 看一看 处发器是否能够正常的处发 那么使用了 这种复合型的处发器呢 就可以避免了 普通的处发器出现的错误 接着呢 往下看 Estate of 类型的处发器 那么在这个类型的处发器 作用下呢 如果对作用对象 执行DML操作 那么该操作会被 处发器的内部操作 所取代 处发器呢 作用在试图当中 用于解决 试图不可更新的问题 至于什么样的试图 不可更新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我们介绍的 试图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 Estate of 处发器呢 其实主要用于的 就是试图 那么首先呢 可以学一的创建一个试图 你在这里面就不创建了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如何创建 这个处发器 Estate of 处发器 试图呢 我们可以任意创建 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看看如何创建 这个处发器 除了一套 这个 然后给处发器 起一个名字 Estate of 我们这个产品信息表的 这个试图 假设我们这个试图 就要这个名字吧 然后我们顺便一个变量 ID 有个产品类型的编码 20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 处发器的主体 那么我们查询编码 放到我们这个定义的变量当中 从我们这个类型信息表中 查询出来的信息 where 它是有条件的 我们产品的 类型信息表中的 类型名字 应该等于 之前的这个 这个类型 之后呢 我们可以输出 输出一行 记录 任意输出了 东西就回了 可以把我们这个ID给它输出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向我们这个表里面来插入数据 像plack的信息表 用来插入数据 videos 这值我们就不行了 插入一条数据 按结束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就instead of这个处发器 这处发器呢 就制用在我们这个产品信息表这个视图上面了 处发事件呢 就为增加事件 当增加信息的时候 就会处发这个处发器 那么它呢 就可以向我们产品信息表中增加数据 那么这个操作呢 这个处发器的主要操作 这部分的circle 就是替换了 针对视图的增加操作 达到了 解决视图不可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DDRL类型的处发器 那么所谓DDRL类型的处发器呢 就是因为我们DDRL操作而激发的处发器 主要包括create,after,outre,drop这样的事件 那么利用DDRL类型的处发器呢 可以限制和记录特定的DDRL操作 比如说通过我们DDRL处发器 可以限制对数据库的结构进行修改 记录数据库当中的更改事件 也可以在修改对象的时候 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其他的享用动作 那么DDRL处发器呢 跟我们之前学的呢 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参考我们书上的事例 12就可以了 这里呢就不过多的讲解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用户和系统事件处发器 那么所谓系统事件处发器 那么它呢就是基于Oracle系统事件而建立的处发器 这种类型的处发器呢 可以审计数据库的登录 注销以及关闭和启动 这些操作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创建数据库级的处发器 要记录每个登录用户的时间 并把登录时间呢 放到一个用户登录的记录表当中 那我们首先呢 需要创建一个用户登录的日志表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创建这个处发器了 这个处发器呢是数据库级的 记录每个用户的登录时间 我们看看这个怎么办 也是可谓的这个 在登录之后呢我们进行判断 下面呢就是执行我们增加的这个操作了 叫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表里面来增加 是哪个用户登录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表叫 lob user lob user 比如说有个id 然后呢是我们登录的名字 用sys 然后还有系统的日期是什么时候登录的 那么表中呢 主要基于这样几条记录就可以了 按的表示结束 那么就完成了一个数据库级的一个处发器 一个创建 当有新用户登录的时候 那么就会自动把用户的信息呢添加到我们lob user这个表里面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户和系统事件 这种处发器的创建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 在prsircle工具当中是如何操作处发器的 那么prsircle这个工具呢 应该说它是一个以图讯化界面来操作的这个一个工具 那么大家用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使用prsircle操作处发器呢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个处发器 那么需要在我们这个prsircle这个页面上 在文件下面菜单下面 有一个new 然后选择program window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trigger 那么就可以新建这个处发器了 新建这个处发器之后呢 需要你输入它的名字 处发器的激发时机 以及它用到的事件 再就是处发器 作用的对象是哪 是否是语句集的等等 这些你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那么基本的内容呢 还是需要大家来写的 就是写这个函数题里面 执行的内容就可以了 那么具体的方法呢 就跟我们使用这个prsircleplus里面 创建处发器是一样的 那么再就是 如果来设置这个处发器是否可用 那么处发器在创建之后 会不断的被激发 如果业务上不需要使用这个处发器了 那么我们可以设置 它是否是不可用的这种属性 而不必把它删除掉 设置它的方法呢 有这样几个 一个呢 是我们直接使用语句就可以修改了 就是outer trigger 然后把这个写上这个处发器的名字 然后把它变成disable 那么就变成不可用 unable就是可用的 就这样的方式 再就是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prsircle里面 找到你这个处发器 然后使用鼠标右键 就会看到 如果是你正在用的处发器 那么它上面会有个disable 如果是已经是不可用状态的 那么使用鼠标右键之后呢 将会出现unable 那么是比较简单的 就可以找到了 那么如果把处发器 变成不可用状态 那么它呢 在prsircle里面 我们会看到 它会变成一个灰色的 就可以表示 它是不可用状态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 删除和修改处发器 处发器的内容呢 修改也是在我们创建的时候 只需要加上一个replace就行了 也就是create or replace 那么就表示 如果原来已经有这个处发器了 我们就把原来的覆盖掉就行了 那么它具体的编写语句呢 就跟我们create应该是一样的 这里面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如果呢 在prsircle里面修改这个处发器 那么就是首先呢 你要先找到这个处发器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拆单里面 我们选择edit 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编辑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处发器里面的内容 那么就可以进行修改 修改之后呢 需要执行一下 就是按我们这个f8键执行一下 那么就可以把以前的处发器覆盖掉 就相当于完成了修改的操作 那么删除处发器呢 在我们这个页面当中 实际上就选择这个处发器 直接点这个drop 就可以把这个处发器 直接删除掉了 那么如果使用语句进行删除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使用drop trigger 后面加上处发器的名字 也就可以把这个处发器删除掉了 那么以上呢 我们就介绍了数据库当中的处发器的使用 可以说处发器呢 是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处发器可以完成更复杂的业务逻辑 也可以对数据库的操作进行记录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账的全部内容